HELLO 大家好 因為上一次我們改了尾燈還有方向燈的關係 主要是方向燈 這個方向燈是LED型的 所以呢造成它閃爍的比較快速 那這個序列式的尾燈呢就變成說它沒有辦法 因為它閃太快所以它跑不完 所以就變成沒有效果 大概只有D顆亮了之後它就不再亮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目前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今天更新了一個計電器 我們來試試看讓它的閃爍比較慢 序列式可以跑完 那FORCE的計電器呢是裝在前面的 所以我們必須先把大盾給拆掉 那拆大盾上次有介紹過 就是先從前面這四個螺絲下手 這個 1 2 然後這邊 3 3 4 那我們現在來拆拆看吧 大盾拆起來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計電器的位置 這一顆 這顆圓圓的 那這顆的話是新買的 那我們就把它換上去 然後試試看 Let's go LINE 它沒有 RD 2 5 2 2 1 2 2 2 好裝上去了那我們先來測試一下吧 蠻很多有沒有 現在看起來都還蠻正常的 所以我們把尾燈的序列式把它裝起來試試看 所以現在拆馬桶把那個線裝上去 拆馬桶的部分就是這個螺絲 這個螺絲這邊拔起來以後是個電瓶 然後還有後面這個螺絲這個螺絲先鬆掉 這個蓋子拿開來鬆開來之後裡面就是電瓶 拆電瓶的時候記得先拆負再拆正 裝回去的時候是反方向先裝正再裝負 記得喔 這個電瓶拿掉之後下面一樣有兩個螺絲要鬆掉 馬桶拆掉之後呢線組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就找到之前 所音爪尾燈的方向燈的線把它接回去 那再測試看看就OK囉 簡單裝好了電瓶 那我們再來做測試 我們來看一下方向燈的表現吧 有了又跑完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OK測試成功 那現在呢就把它裝回去 喔對 我有買短牌架耶 這時候應該裝個短牌架 裝短牌架必須拆馬桶 那就順便裝一裝好了 順便上一個短牌架 因為這邊有兩顆螺絲藏在裡面 這邊是拆牌架的螺絲 要拆牌架的螺絲 主要有這兩個 還有下面這裡 這裡 嘿咻 這個牌架的下方 這邊當然把它拆掉 牌照燈也要換 牌照燈的話是這個 看起來比較小的這個 這個要拔掉 這個方向燈必須拆除 而且呢這個線 必須從裡面全部拉出來之後呢 再穿上新的牌架 才OK喔 這條路好長啊 哇 終於 短牌架沒想到是 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因為它有很多的線要重牽 所以剛才還想說順便裝布 其實應該是 獨立完成一件事的 這個短牌架這個線 因為它下面都已經改掉 全部改掉 就是 它也不是說非常 合的啊 還有這個 白照燈那裡 的線不夠長 所以你還必須自己去接啊 什麼的 所以勒 這個短牌架 才是一個重點啊 老實說 我不喜歡這麼翹的牌 其實我還想把它拔下去一點 可是 好像有點困難 放箱燈躲在裡面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就是還蠻喜歡這種 後面整個屁股這樣收起來的感覺 OK 短牌架 到此為止吧 我要收工啦 那就下次見囉 掰掰 把牌架弄好 順便來改排氣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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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